他一起两年多 他总看我手机 看我微信 去哪都要和他汇报 另外他平时有点太大大咧咧了 说话总不经大脑思考 我觉得他真应该改改这毛病了 要不然我真就受不了了 他觉得我不信任他 总查他 但我就是后期啊 还不能问问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 对未来的规划有点分析 他是不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来 我们掌声请出这一位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月24岁来自内蒙古 是一名实习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有那么愤怒吗 博士在一起快两年了吧 时间越长 可能之前那些小争吵可以避免 但是后来又避免不了了 他总平时说我大大咧咧的 大大咧咧 说我有时候怀疑他什么的 你是觉得他大大咧咧吗 是 比方我最近有一次考试 压力也是特别大 考试就是前一晚上我和他聊天 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忽然态度就变了 然后助我考试考不好 中国人不都读过激洋画吗 哪有助考试考不好的呢 因为他当时就是跟我说 他就是考完是要出去玩吗 去那儿就去这儿 去哪儿他都不带我 就是根本就那个话题里 所有的计划都没有我 当时我也不是说 直接就那么生气地说 那我助你考不过 我还是这么说的 我说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想了 是啥吗 我说我希望你就考试考不过 开玩笑一下就属于 然后我就一带过了 然后他就真生气了 后来过了吗 过了 但是他当时就跟我真生气了 然后还要跟我扇好友 然后跟我分手啥的 24岁在读什么书啊 上面写学生 读大书 没什么呀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确实小心眼 我觉得 还有很多事 就比方说我和朋友们 然后还有他一起去吃饭 然后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姑娘 就是那个姑娘 团有一个很肥大的那种 调文那种的一个长袍 他就忽然来着一句 你穿那个太显老了 太难看了 当时一样气氛特别尴尬 我就拿胳膊上怼他 然后他也是反应不过来 本来有时候有时候 我当时那姑娘 脸一样挂不住了 但是当时大家气氛都特别好 我这儿就一气氛好 我就总那个什么 就不注意那些了 然后我当时你说 我也不是说 说你这磕真啥的 我就说他不适合那件衣服 然后虽然说当时气氛有尴尬了 但我觉得就不至于说 让他说我一些什么 你说就是一个耿直 那种说话就是平时 我跟朋友在一块 总耿直关了 朋友也没说我 当时我们一块玩 就还是那么耿直 行 把这事就过了吧 反正在我的心里面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除了这个好 你还说了 是谁不信任谁 是吧 刚才我听了一段 对 我不信任他 你不信任他对吧 对 他怎么不信任你的呢 不信任我 我手机 两个手机 两个手机他都要那个 录他的指纹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就是即便是情侣 也应该有个人的一些 私人空间吧 非要录那个指纹 然后之后还有时候 会替我回微信 我就想你又不是我 为什么要替我回微信呢 你说就录个指纹 他也没说不让 然后你说录个指纹 就是我感觉 他要不让的话 你还录吗 他不让 他也不能不让 我俩都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让 他要不让你 你还录吗 录啊 那就算了 所以他让不让都一样 行 你接着说 然后他说我 那个给他回微信嘛 那有的时候 他说在忙或者是干什么 我就帮他回一下 而且说我也没说 回什么就是不好的话 不是 他的微信 你是为什么回呢 你又不是他 就是有的时候 他没看手机 或者是不在 我就行 有人跟他发微信 我看一眼 看一眼 我直接帮他回了嘛 你凭什么给人看呢 就觉得 你又凭什么回 我也搞不懂 你们这爱的方式 你是因为不信任他 还是觉得无所谓 我不是说那种 特别爱翻他手机 我觉得我挺信任他的 是是是 你反正就是 我随时看就行了 是吧 对 我能看他也 你说那你指纹 也不怕我看吧 主要是我平常 拿手机的时候 他就这么看一眼 然后有时候 然后我就 一眼看着他 就这么瞪着我 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感觉不好 其实做的方式 就是特别简单 录指纹 对不起 这就是我的手机 你不可以录 你怎么办 那你说我俩都在一起 你不 对对对 就是在一起 你不可以录 那 我可以给你密码 你不可以录 我给你密码 你不能随时看我的 我可以让你知道 没问题 怎么着 对 如果这个不行 那咱们可以分手 还是没底线 你要在意这件事情 就说清楚 就谈恋爱 别谈着说 我明明在意这件事情 我不说清楚 最后你又来翻尺 矫情 我理解就是 你认同他了 原来你不认同 那你不能怪这个姑娘 虽然你做法也不对 还有别的吗 有一次我回来 非说我那个 衣服上有一个长头发 然后就那么一直逼问 逼问了一个多小时 那长头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谁的 但是你说问一个多小时 都把我问蒙了都 都根本 然后最后他才说 那个头发是他闺蜜的 就是为了考验我一下 就是 不懂了 炸他一下 就是那种 炸什么呢 就是看他出去 跟没跟别人玩 你干嘛那么不相信他呀 那我就是觉得 你就是 他以前吧 就有一次我考试嘛 然后那正好也是赶上过节 然后他说那他也不出去啦 他说他在家呆着 你安心考试 然后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嘛 紧接着节他回家了 然后就跟我唠嗑 正常我俩才会唠嗑 他就说他出去玩了 但是他这不是骗我吗 他有骗我的行为呀 所以我有的时候 做出一些反应 就是想扎他一下 看他那到底 又出去没出去玩 就这种行为嘛 我觉得是善意的谎言包 我就是怕他心里不平衡嘛 啥不平衡 你玩你的他考他的嘛 有啥不平衡的 对呀 他本来就是那种 就是我出去玩 要不不带他 他又是心里比较不平衡 会生气 然后我又觉得 那就不告他 我出去玩了嘛 那我也不至于 他在里面考试 我在外面给他拉了队吧 我觉得不现实啊 但是你说他跟我说的嘛 我不可能生气呀 他为什么非骗我呢 那他出去玩 有男有女的 我打赌 他跟你说了你必然生气 我不能生气 咋不生气呢 我心里想的是 你考试还是不过吧 因为你们不带我出去玩 是你说的原话吧 是 对 你怎么会不生气呢 所以这 就这么点破事啊 那两天我不是也有考试吗 是不是就这么点破事 那这都不是破事 就这就影响你们的感情了 这我俩因为这种事 太难争吵了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吧 就这种特别伤感情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俩那次就是过节宝嘛 那个事情嘛 回来他也跟我干了一仗 就我生气 然后他最后比我还生气 就把桌都给摧坏了那种 生气特别生气 那桌子本来就是质量不好 第二是我在网上又买了一个桌子 我桌子就碰了一下 然后他又自己扛 然后就忘了 所以你们俩来今天是干嘛的呢 我主要是就是觉得 为什么就是马上要毕业了 然后之后为什么我们的 争考越来越多 然后之后他就是越来越不信任 我越来越觉得小毛病 就是越来越看不惯 你们俩毕业最近在忙什么 我想知道 我在实习最近 你呢 我在忙出国 出国了 打算 带他去吗 我得上班 出国的话他得上班 他都要出国了 但他不也不一定吗 行吧 听明白了 反正马上要毕业了对吧 对呀 你们俩还想好好的 是吧 对 但是发现 怎么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呢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于是来这儿问问老师们 是吗 是的 来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们俩现在状态 男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 现在感觉要毕业了 然后反而争吵越来越多 很简单 找茬闹分手呢 要不然就是对你出国不满意 因为他现在其实在工作了 进入社会了 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这个全新的世界 对他的吸引力和改变有一些 然后呢 对于你还没有进入社会 你的思维和所有的一些 还停留在校园生活当中 所以两个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 差距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 你出国大概要走几年 最少得三年吧 是吧 最少两年 最多三年 最少两年 最多是三年到四年 是吧 对 那么在两三年 三四年当中 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他没有那个自信 也没有那份信心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能够再往下走 所以很多以前 一些小小的问题 现在都被扩大化了 这就是他所谓的 女生没有安全感 但是他的这个安全感呢 又不是大家意义上说的 那种安全感 你需要的这份安全感 是要你自己给你自己的 你不能靠作 靠闹 来从男生这儿寻求安全感 这样得到的安全感 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可以花言巧语 可以用各种形式包装来骗你 告诉你 我多爱你 我没什么事 我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转头就可以出去 背着你干一些什么事 他想要骗你 你永远不会知道 所以就是你靠这些小手段啊 什么的 弄一根头发什么 这个去炸他什么 这样都太拙劣了 这就完全你就是 自己在作呀 在闹啊 没有意义 对感情来说 得不到任何的升华 只能让你们两个人的距离 渐行渐远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你去看他的手机 要在他的手机上 录入你的密码 你是想证明什么吗 你想证明 主权 这是我的男人 他的所有的私人空间 私属物品 都是我的 其实你不仅仅是想 证明什么 占有什么 你是内心特别的不安全 在这段感情中 特别的没有自信 我觉得也是 我总是怕他离开我 那种感觉 其实你有发现 他对你的 这几年的相处 慢慢在变吗 变化大到让你怀疑 他的手机里藏着一个鬼 我们不要去考验爱情 不要去试探 发现什么秘密 如果他够爱你 就不会有这个秘密 如果他不爱你 你去查那个秘密 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特别希望 在恋爱中的年轻女孩子 我们知道在爱情中 自己应该所处的位置 应该拥有的尊严 而小伙子我觉得 你要觉得这份感情 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你要够男人 你就勇敢地说出来 我没有秘密 我没有别的女人 我就是不喜欢你了 我觉得还反而坦荡一点 像刚才商大老师说 你们在找茬分手 也许你们心里根本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应该分手 但是你们已经到了 分开的阶段 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会有好的美满的结果 祝福你们都能够找到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那为什么要互相折腾呢 我看不出你们俩 好像有想要在一起的想法 你们想要在一起吗 想 但为什么总是要折腾对方呢 就是因为想在一起才会争吵吧 那要是两人真不想在一起 不就直接分开了吗 这话说得有意思 就是想在一起 所以才会互相争吵 如果都不在乎了 那就不会吵了 是这个意思吗 但我反过来问你 如果那么想在一起 那为什么就不能够 有一点点忍受和包容呢 既然相爱 总会因为爱 而有一点点忍让 我看不出你们有忍让 爱就是肆无忌惮吗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想做任何一些事情 都可以 我想要录录指纹 就录录指纹 我说你身上有女人的长头包 就有 爱就可以肆无忌惮吗 不是因为爱 才会委屈求全吗 真正相爱的人一定会 眼里为对方下着雨 心里还为对方打着伞 他会委屈自己 而让对方舒服 你们会吗 你们任性妄为 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那有劲吗 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你做的哪一件事情是忍让 你以为用行事的方式 可以代表他是你的男人吗 一个人如果心甘情愿地 愿把心放在你这 那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忠诚 他要是不愿意放在你这 你就是在他脸上刺个字 又有什么用呢 情人之间想要在一起 但是因为不懂得相处的方式 而有所争吵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那种争吵来源于 对于某些事物的分歧 两人吵是为了解决它 为了找到一种 更行之有效的方式 而你们不是 你们是为了吵而吵 为了战友而吵 为了让对方低头 服输而吵 那有什么意义呢 男生也是一样 你早就烦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你还要一味地忍受 然后装作好像我们还有前途的样子 你烦他你就说出来 没有任何爱情是一帆风顺的 两个喜欢的人也会互相生厌 但最关键的是真实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既然相爱就不要彼此伤害 就这样 就要毕业了对吧 好好考研 好好找工作 有缘分就在一起 没缘分分开了 记住这段美好 没什么 坦诚一些就行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自从这学习开始吧 我们争吵越来越多了 可能我就是想让你步入社会之后 更成熟一点 然后以后职业职场上更顺利一些 可能真的像说大家说的那样 还是我们说的都是破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一起快两年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所有的矛盾 可能真的是都没有那么在乎了吧 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 两年我觉得时间不短了 我希望咱俩能好好地走下去 但我真的也不知道 这么多的你对我的不理解 到底还能不能让我坚持下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他们怎么决定是他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 那几天喝股方红堂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是否应该吗 是否认识 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